自古以来 神秘事物不断都冲击着人类文明每一个角落 解释不到 却有似有环母的故事 永远都引人入圣 究竟 越来越多神秘现象的发生 代表着什么呢 今晚 就等我们一起 启动神秘学研究档案 欢迎收听mj13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又是我卓非 又是我铁夫 铁夫,欢迎你,冷得都夾夾夾夾的声音 真的冷到誰都不認得 不只是媽媽不認得 你住的頭痛不痛? 聽說你住在山卡拉的地方 我住在山區 要拿回鄉弄不到的地方 今天也好一點 昨天也好一點 上星期幾 星期六 剛剛過了星期六 哇 冷到我 但好像說星期六跟星期日又再來一次 濕到八度 你家只剩下四度 我妹妹是冷到無法呼吸 很囂張的 氣速嗎? 聲音都變得像小鳳姐一樣 有沒有看醫生? 沒有 我就叫她不要看醫生 你想這樣陰我? 我叫她 你想康復好夜 你上網吧 聽吧 之前上星期你送了幫我手 送了Sony聽眾的禮物給你 記得要多謝人 首先要多謝Sony 但是問心受之有愧 因為我們應該要再做得好一點 真的 我們唯有做得好一點 節目再送給她 我們先說說有些聽眾不知道 因為 因為鐵夫就很貴貓地在節目中說我未看過Tikken 借來看 我叫她去買 快點去買 Sony就很慷慨地送了一個版本 送了一套Tikken給鐵夫 因為她見不到鐵夫 她剛好嘗試見到我 她就托我交給她 其實我有一個衝動想立了自己 當然我不會這麼壞 我當然要親手交給鐵夫 鐵夫剛才剛好 多謝Sony 多謝這位澳門的聽眾朋友 沒有支持我們的節目 多謝她 多謝 慢慢慢慢你都會 我就沒有你那麼慷慨了 笑到爆了麥克風 今天鐵夫臨危壽命 上來幫我做今集的MJ13 如果你正在聽MJ13 你會聽到MJ13有一點不同 先前的Jingle有一點不同 為什麼呢 因為是一位好朋友 他叫我不要開名 他叫我一定不要開名 我答應你不開名 就是一位好朋友 一位聽眾支持我的 他就重新幫我做過MJ13的雲音 男還是女都可以說吧 男子來的 男子來的 是男子 一個很帥氣的聽眾 他也是做音響的 就是做音樂的 他就撐不住了 他看不過眼我們這個MJ13 剛開始的那些爛聲 我那天就要去錄音室那裏錄個 我們現在網台的錄音室都不夠撐的 那些器材呢 那些是十多萬一台的Mixer 你明白嗎 我明白 那些Mixer他叫做鬼仔 你知道什麼叫鬼仔嗎 現在這些Mixer呢 你不就看到 卓飛我一直在推那些 那些聲軌的 那些按鈕推來推去 然後有時候 你爆咪也要推低一點 那他那台Mixer是很厲害的 那台Mixer呢 是有整隻腳站在那裏 半個人那麼高的 那他那台Mixer呢 這些按鈕是不用自己按的 他自己動的 好像歌聲錄音 好像有鬼在弄 那他叫做鬼仔 總之就是他設定好一些東西 設定好那些聲音 那些很high tech 可能是low tech 設定好那些聲音的range 那他去到那個位的音樂 去到那個位 那個音樂自己 這樣跳的 好棒 好厲害的 下次我們應該去他的錄音 試一下吧 嘩 你這麼貪心的 哈哈哈哈 你這麼貪心的 當然他只是隨便拿一支咪出來 都已經比我們看台的這支咪 嚇死你 那支咪就是嚇死你 那些拉著線圍著那些 那些 那支咪都比這台Mixer貴 你想想 所以變了 要多謝他 要多謝他 他叫我不開名 我就說多謝你也要的 就幫我們做那個Mixer 其實我應該答應了他 這一集要讓他嘗試給他剪 但是因為時間關係 現在就是 你現在聽到其實是今早上錄音的 其實今早上是下午幾點 現在2點 3點多錄音 錄完即剪即出街那支 所以變了沒有時間 我又不敢再煩到 這位聽眾朋友幫我搞了 所以變了我自己搞 那個Jingle 非常滿意 應該接下來都會用這個 至於網台呢 那會不會有新的節目 可能會推出 有有有 接下來有些新節目 比如說我們先前 有一位嘉賓上去你的節目 第二個 鐵褲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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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跟他談了 他就會再開他自己的新節目 搞什麼呢 我講運動 他又講運動 他不是講運動 他是講一些另類的旅遊 節目名字未定 但是他是一些旅遊的形式 去一些地方是旅行團不會帶你去的 你有錢也未必去到的 包括有些是世界遺產的地方 因為他以前是做攝影的 我接下來都會安排他上去 長焦低炒 上去玩一下 上去講一下旅遊攝影 所以接下來就會見到 上次我都說了 我們一段影片正在更新我們的 DJ的標誌 你的標誌還不是給我 第一天第一天給了你 是嗎 我還沒弄 接下來你就會看到 這個形仔DJ 就是Leo Leo 他很有趣的 他說了幾件事 我問他 Leo 你的名字很簡單 叫Leo 他說你可以叫我領諾 我說領諾 我也沒這樣叫過他 為何會叫領諾 他說原來他的中文名叫做映諾 張映諾 我真的不知道 我說這樣啊 幸好你不是姓戴 他只是說太小了 還有一件好笑的 因為其實他的父親 是馬來西亞華僑 雖然姓張 但他會用這個 那個叫做什麼 張 不是 他就會改 英文譯名不是香港人的張 C-H-E-U-N-G 不是這樣的 他就會用 我忘記那叫作 T-E-C-H 蛤 味著那是 Teoh T-E-O-H 而我問他 不知道," debido 說 詢的話 我說 那不好了 我還叫你做Leo 好了 擔任這節目 因為我們的元網台 的 是剛剛正 不會有任何意外 走 不會有任何意外 我每次要你翻譯這個名字是很困難的 所以我決定以後叫他做寧郎 我懷疑他都會搶走女粉絲 我覺得是 因為帥氣到爆 所以大家在等待看他的鏡頭的照片 應該是整個桌子在那邊 我不敢說 對比卓妃來說是最帥氣的 他是帥氣到爆炸的 對比卓妃來說 我們就準備了他的節目 他的節目也正在安排 很快就會錄音 很快就會推出來 跟大家說說另類旅遊 不說這件事了 再說回你鐵夫體育會 為什麼你上次兩次都潛水 人們說我水也不懂得游 你說潛水很少中 也不算少中 不過鐵夫體育會當然任何運動都會說 下水也會說 下水當然會上山 所以接下來 你今天第一 星期一聽 星期二到我的節目 就有這個攀石 就會這樣攀石 聽一下吧 支持一下吧 支持一下 他真的在那裏罵 大佬這麼少人聽的 我說你沒有照片給人看 就沒有少了人回你 上主持有個聽眾在網上留帖 叫我更新的照片 是嗎 是呀我回覆了它 我會改進 接下來這一集 就更新的照片 好 希望我們接收各方面的意見 沒錯 我們去改進 再準備一些更好的節目 給大家 好啊 今集MJ13 有什麼特別的事先 不斷狂狂聲 好了 差不多十分鐘被人罵 所以就要開始直接講今天的題目 今天的故事 今集也是 我們特意做到的題目很奇怪 現在聽眾看著這個題目 你不知道這是什麼故事 題目的項目叫做 頭成二 即是兩個頭 死行頭 兩個頭 故事是什麼呢 要容許我又像過去一樣 我會有一點時間的調配 去講這個故事 整個故事的主人翁 應該是一個叫做Loy的人 Loy是一個什麼人呢 首先Loy是一個作者 一個作家 他也是做很多research 講很多talk的人 他自己也很喜歡研究一些人的起源 即是人類歷史 類似那些missing link 即是以前原人和現代人 中間有一個link斷了 即是科學家一直都在研究 他很喜歡研究這些類型的東西 或者missing link 或者是靈長類動物 甚至最有興趣的 其實他是喜歡研究那些雪人 大腳怪 或者他們 外國美洲那邊叫做Yeddy 即是那些叫做椰蹄 其實都是類似野人的模式 所以他對那些動物 那些骨頭 其實他很有興趣 其實這件事很接近 這件事為何這麼急著說 就是2010年 即是去年 去年年中 剛剛過 對 去年年中 他就走出來 奇怪 他在飛碟界 走出來 他就說 我們要公佈一個新的發言 而這個新的發言 是會打破所有人類的歷史 而這個發言是令到你們不能爭辯的 這個發言是令到你們全部人都啞口無言的 一個新的發言 而這個發言也是一個極之歷史性 極之重要的一個發言 講完這個發言之後 大家就已經很引以期待 究竟怎樣 你快點講這個故事 正式開始講這個故事 正式簡單講這個Loy 其實這件事是追溯回去前一點 即是移回前一點的時間 就是去到1998年 Loy他仍然在做大腳怪的研究 或者是一些資料搜集 當然他最沉迷在這件事 有一天他就收到一個邀請 這個邀請就是邀請他 是有一對夫婦 有一對叫Ray和Malini的夫婦 在德薩斯州 Texas El Paso 這個地方 就發了一個邀請給他 就說 我們想邀請你過來 我們這個地方 我們想有些東西給你看 因為有兩件事 想讓你去做一個研究 而我們深信這兩件事的研究 對你來說是極之有興趣的 亦十分高興 亦十分高興 他沒有這樣說 總之他就說 你會非常有興趣 會想研究這兩件物件 希望你能夠來到這個地方 當時Loy就在想 好啊 有些東西有研究 當然我又不明白 他未知道是什麼 就飛過去 一會送兩隻雞腳給他 送兩隻鳳爪給他 他就很好笑 但當然他也是 照舊過了去 過了去 過了去 Alpaso 這個地方 首先講講 Alpaso 是一個什麼地方 其實之前我問過 剛才我問過 Leo Leo也跟我說 他去過Alpaso 他有朋友在Alpaso 住的 他去過那個地方 整個地方 差不多百分之七十八十個 都是墨西哥人住的 因為他在德薩斯州 即是美國近中間的位置 有一個德薩斯州 上次跟你說過 大約我們都形容過 德薩斯州在哪裡 德州 其實原來他的腳 是黏著墨西哥的 他說德州 其實是可以走路 好像在沙頭角 走路上深圳 可以直接到墨西哥下面 即是落下南部就是墨西哥 即是貼著墨西哥的邊境 德州那邊就是這樣 接著 他去到Alpaso 就見到這對夫婦 名字叫Ray和Melini 他們姓Yang 兩個人的樣子一點都不Yang 去到1998年的時候 要形容一點點 他就說 當時看到兩位這對夫婦 夫婦就說 阿Loi歡迎你來 我們就有一件事想交給你去做研究 然後就找一個鞋盒 一個好像鞋盒一樣的 就推了過去給阿Loi 阿Loi打開鞋盒一看 他就看到有兩個頭骨 他看到兩個頭骨 他第一件事就是看一下 一個拿起來是一個正常的 成年人的頭骨 但沒有下額 另外再拿另一個頭骨來看 他看了很久 他覺得這個頭骨有些問題 問題就是頭骨的比例 外形完全不同 一個成年人是不相似的 但明顯地是一個人的頭骨 即是說構造 不要說是人 是靈長類的頭骨 即是說 他好像我們人一樣 有兩個眼窩 有一個鼻樑 有一個後腦 有一個頭 有一個構造 後面有一個位置 有一個頸的位置 有牙齒 有牙齒 但他已經是爛了很多地方 爛了 包括他在上額的左手邊 是整塊沒有了 只有右邊一半 下額也是沒有了 他拿著兩個頭骨 他看了很久 他覺得 嗯 我知道了 這個頭骨 他覺得也是一種叫做 早衰症 即是有些人 有些小朋友出生 就患上一種先天的遺傳性病 即是老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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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老人症的樣子 看起來是奇奇怪怪的 好像那些外星人 我們講得黑薄一點 他的頭很大 甚至說 會不會是老水腫症的人的頭骨 他一直看著 因為他研究靈長類動物 他對於骨 其實也是有研究的 特別感興趣 特別感興趣 總之看到是頭骨 他都很感興趣 他拿著看了很久 他說最多都是變形 或者疾病引致的變形 那些人的頭骨 沒什麼特別 那麥欣跟他說 我其實是做了嬰兒護士15年 還有我做這個物理治療師 都做了很久 另外有個身份 你不知道 其實我和我先生 都是Move on的人 Move on就是 Move on就是美國 一個很大的UFO研究學會 他說 他說我們覺得這個頭骨 應該是屬於外星人的頭骨 屬於Grace 就是Grace 那些小灰人的頭骨 他就說 我們想把這個頭骨 交給你去保管 然後你去做研究 行不行 那麥欣看了 他看了一會 他從來都是做那些野人 無所謂 但腳怪那些東西 從來都沒試過突然接到一個這樣的頭骨 踩入UFO界 他覺得頗有趣 他當然是好 他當然是很興奮很開心 但其實他心裏面都有疑問 Anyway 他就問回Meline和Ray 問他們 其實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這個頭骨是怎樣得來的呢 時間係是1998年 再飛錢一點 我們把時間回延 到到1930年 幾十年前 他的事情都隱瞞 仔細細細細細細 detailed 她的家人都是偷渡過去美國住的 但後來拿了一個合法的居留 他們決定拿了合法居留 第一件事要做什麼 找工作 不是 第一件事要回鄉下探親 當然要回墨西哥探親 他們去了墨西哥北面的一個地方 應該相信是她的鄉下 也是貼近德薩斯州的地方 她那個地方很簡單的 英文名字很正的 就叫做Chihuahua 熊祖兒和可樂買廣告的那首歌 那個地方叫Chihuahua 那個地方相信是一些比較郊區的地方 這個女生跟家人回到Chihuahua 去旅遊探親 當然當時她大概可以追溯到 這個女生去到的時候 是一個年輕人 十幾歲 十三至十五歲 她都不太肯定 這個女生去到 去到這個Chihuahua的地方 當然是到處去逛逛 那個年代有沒有網絡 有沒有手機 有沒有iPhone 可以去哪裡 1930年 又沒得唱K 又沒得唱K 於是最簡單的就是去逛山 到處去 其實她家人都跟她說 老實實 你出去玩的時候小心點 因為附近 她家人都知道 山區附近 有很多山洞 或者有一些被遺棄了的抗洞 或者有一些被遺棄了的抗洞 有很多不同的 濕了進去的地方 她說 其實你都盡可能不要去那些地方 因為那些地方是很危險的 當然 你去到一些山區地方 有一個山洞 有可能有些熊人 或者是狼 或者是一些野獸 1930年也是很落後的時候 那些地方有動物 不奇 她家人就說 你記得不要去 不要去山洞那裡玩 當然 As一個年輕人的女生 你叫我不要去 我當然去 偏向苦中行 一定去 就算我們現在也會是 沒錯 她就去到其中一個 我不知道是山洞還是抗洞 總之有一個深了去的地方 她就進去裡面去探險 其實當是探險 很壞不壞 其實我猜她不止入了一個 我猜她入了很多個 就沒理由第一個一獲中 她去到其中一個 就看到有一副人骨 躺在地上 她就形容 平常睡覺地躺在地上 她在這個人骨的旁邊 其實她看到有一 在地面的泥 她看到 是像是一個 理所當然 你相信的 是一個墓地 即是一個墓 應該是有另一個死者 在那裡 那是挖過的地方 她看到 當時看到 其實如果讓我和你 鐵夫 你走一走一走 看到有一個山洞進去 看到有副骨頭 你第一件事會做什麼 叫三條狗 除了叫三條狗 撇 撇 但她又奇怪 她沒有撇 她完全沒有撇 她仍然是走過去看 我不知道她不是已經害怕了我 哭到七彩 然後想到深層 進去看一看 有可能 她沒有詳細交代 總之她就回去看 她就形容多一件事 她說 我這次再去看 其實她看到那個墓地裏 有些奇怪 什麼奇怪 剛才說 有個屍體睡了 有個骨頭 睡得很好 睡在那裡 她就看到 在墓那裡 有一隻手 手的骨 伸了出來 而是 躺著 躺在表面 躺在外面 那隻骨 好像喪屍 不是 她說不是看到她伸出來 是她去看清楚的時候 發現原來 旁邊已經有一隻手伸出來 好像合撞 對 但只不過一個有撞到 一個沒有撞到 而她看到撞到那個 那隻手 是 不是很正常的 有些奇怪 有些變形的手 她當然是好奇心驅使 驅使之下 她就去掘她的墓 這一下其實是有些奇怪的 我會覺得 大哥 讓我看到當然要走 當然要走 瘋 拍兩張照是走 但我相信 我們要想一件事 就是 因為我們是中國人 我們中國人會深信 你搞別人的腹骨 他會來報夢 不是 你拿回 你會出事 你會出事 但我相信他們是外國 因為都是很久以前的事 1930年 再加上一個不識好歹的小朋友 其實她真的去掘她的墓 我覺得是有可能的 當然也是非常大膽 和非常冒犯 她真的去掘開她的墓 掘完墓之後 她看到的是 咦 為什麼另外一個頭 那麼奇怪 那個形象那麼有趣 但她是沒有外星人的概念 她就看到頭骨很古怪 她覺得頭骨有點神奇 跟隔壁那個相差很遠 於是乎 整副骨就起了 神經病 連隔壁那副大的骨 一起起了出來 這樣她就把那副骨 想著 她第一件事做的是什麼 她想著拿回家 拿回家擺 她聽那對夫婦說 她說這個少女 是有個心 很希望地 可以拿到這副骨 拿到這兩副骨 回去 她們美國住的地方 就當作為這次旅程的紀念品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她就想拿她做紀念品 我也有點奇怪 當時她拿了兩副骨 離開了山洞 刮開了山洞 離開了山洞 離開了山洞 到草叢那裏 她當時就想 糟了 我現在是偷走出來玩 第一件事 我要做的時候 要過兩關 第一關我要如何平安地 把這兩副骨帶回家 而又不讓家人發現 不讓人咀到七彩 第二件事 我怎樣可以把兩副骨 即是兩副骨 即是兩副骨 偷運回去美國 第一件事 比較容易 不讓父母知道 晚一點點就可以了 但怎樣過關 那客戶 會有問題 是的 Anyway 當時她想不到 所以她 第一件事 就是把那副骨 把那副骨 藏在一個草叢裡面 她就想想 反正我還未離開 我還會在這裏玩 不如讓我想想 怎樣可以偷運回美國 撞多次 撞在這裏 她沒有撞 她真的放在草叢裡面 放在草堆裡面 然後就撤了 因為快天黑了 她就要趕回家了 回到家 誰知道 剛剛遇著剛剛 好像看電影一樣 我覺得有些地方是可以繁駁的 但挺有趣的 就是 怎樣回到家 然後突然外面走雷仙田 撞 死得了 然後她死了 什麼事呢 突然看到外面 龐陀大雨 衝上去美國 當地突然下了兩天 足足兩天的狂風雷暴 大雨 她當然是死了 她真的在她家裡看著 外面下雨濕濕 但就想起她那兩副骨 在那裏凸雨 兩天之後 其實那兩場雨都相當大的 我的理解就是 去到會引發一些小型的山雄步伐 山林傾瀉 那類的東西 兩天之後停了雨 第一件事是跑回現場 去找回那副骨 去到發現那兩副骨已經衝走了 完全衝到不知去哪裏 即是大件事 沒有手術 當然啦 你只要放在戶外 她放在草叢裡面 也是浸了 所以就衝走了骨 她用了很長時間去找回骨 大約在一些近住 低一點的地區 她就找到兩個 只要找到兩個頭骨 當然她找到兩個頭骨也很開心 但兩個頭骨已經少了些東西 因為她的衝都流動了多久 他們的下顎已經沒有了 即是沒有下顎 你知道我們人的頭骨 衝散了 下顎也沒有了 只剩下頭和上顎 而因為他們兩個一直衝很遠 也撞擊過 變成形的怪的頭 其實上顎在上順的位置 即是我們現在有鬚的位置 她的左邊已經撞爛了 只剩下右邊一塊脫了出來 而且還有幾隻牙黏在那裡 但她也比沒有好 這樣就撿了 她就很開心了 撿了之後就想 現在就剩下兩個頭骨 容易攜帶 本來是一大抽的 現在就剩下兩個頭骨 糟了我們這樣說很不尊重 剩下兩個頭骨 其實是很容易 也沒有問題地 就應該帶回家 當然她就 還帶回美國 她就帶了兩個頭回家 然後再帶了兩個頭 偷運回到美國 德州的El Paso 在邊境地方 她就回去了 從此這個墨西哥女生 就擁有了這兩個頭骨 一個很正常的頭骨 一個很古怪的頭骨 她一直擁有 其實她一直希望 可以有一個途徑 去研究到 或者去看到 究竟這個頭骨有什麼不同 整件事就去到哪裡 去到幾十年後 幾十年後發生什麼事 就喝完杯茶回來告訴你 好 待會見 OK 好 你的胃器很厲害 要錄嗎 對 又搞錯 上次幾圖那集你又笑我 今集你又笑我 不是笑你 這些叫善你 好了 這個胃器很腥 很厲害的時候 胃器就帶我們回來 這個 這個頭成二這個case裡面 剛才說的1930年 這件事就一直帶她回去美國 這個墨西哥女生 變成一個墨西哥的老虎 為什麼呢 因為時間已經日月如梳 歲月不遙日 到了1990年 即是幾年後 即是1990 即是60年 但那個女生已經去到七十幾八十歲 這個女生去到1990年就已經過世了 就死了 其實臨死之前 她也把所有遺物送給她的朋友 送給她一個朋友 然後她過世走了 很自然地這兩個頭骨 也落入了這個女生的朋友手上 你知道不是每個人都這麼瘋 她真的很喜歡頭骨 唯物也是有頭骨 就是她不是每個人都這麼瘋 不是她不是把自己的頭骨 我知道 我意思是她喜歡的東西 她頭骨留了幾十年 因為她直接陪著她過了一輩子 這兩個頭骨 當然去到她死了之後 那個遺物連著這兩個頭骨 就送了她給她的朋友 她朋友其實初初都接本了 當然是開來看她的遺物 突然刻然地發現有兩個頭骨 當然是很害怕 我想有些人真的會害怕 你無緣無故收兩個頭 做鬼 你不要送給我 如果真的送了一個外星人頭骨 給你 那我ok Anyway 這個朋友其實也很害怕 她也用了幾年時間去想想 他說不行 把頭骨放在我那裡放了幾年 有點不老米 放了幾年之後他都覺得不太妥 他決定要把頭骨送出去 輾轉反側地 這個1998年 都放在他的朋友那裡八年 之後就送給Ray和Malini這對夫婦 就是剛剛節目開首的時候說那兩個人 送給這對夫婦 這兩對夫婦就變成這兩個頭骨的擁有者 當然剛才也說過 Malini本身是做一個物理治療師 亦都是做過這個動物 嬰兒護士 做了十幾年 而他們倆都是Move on的人 UFO 一個外國UFO Club的人 所以他們倆很順理成章地覺得 這個變形頭骨 是外星人頭骨 是Grace的頭骨 因為你沒有辦法可以形容到 沒有其他方法可以解釋到 為什麼有個頭骨這麼大 而Malini本身 因為她對骨有些研究 她是物理治療師 她看了很久 她知道這個頭骨不是病變 不是任何後天造成的東西 是先天出來的東西 也不是一種病 也不是小朋友說的那些 老人症 他們有些譯成衰老症 不是那種頭骨 他們開始覺得要找人做研究 於是乎 搭上搭 搭上了Loy Loy 全名叫Loy Pipe 剛剛去年出了這麼驚人的報告 當然 說回題外話 因為我不知道 現在香港有這麼多不同的節目 有很多節目都是講UFO 神秘學的東西 我不知道其他網台節目 或者電台節目 會不會有講過Loy Pipe的案件 以往如果我知道有些是講過 我盡量都希望不會重複講 因為為什麼 第一 獻醜不如藏絕 卓飛說得又不是那麼好 又文盲 所以就免得講一些 講得不是那麼好聽 但如果有其他節目講過 當然也不想聽眾再重複聽同樣的事情 但實在這個案件是幾有趣味 我都覺得 我又沒有時間去看看 其他人有沒有人講過 所以我就儘管在這裡再講 如果講過 就大家作為一個補充 Anyway 當Loy接了這個頭骨 正雲不是講話呢 他就說 這個可能也是普通病變 他用了很長時間去做一些資料搜集 他也問了很多不同的人 包括有些是眼科 有些是鼻科的專家 就是耳鼻喉科 牙齒 或者是腦內科的專家 或者是骨科的專家 問了很多不同的醫生 很多不同的專家 他們所得出來的結論就是 這個頭骨是不同的 這個頭骨是有古怪的 但是 它不是一種天然變成的 也不是病變的 大家都覺得不是病變的 因為這個原因 大家都給了同一個留言 Loy Loy就開始慢慢相信 會不會是一個外星人的頭骨 他就開始覺得 可能真的要做一些研究 他就在同年 1999年 他就設立了一個項目 叫做Star Child Project Star Child 就是星骸頭骨的項目 星骸頭骨的項目 其實大家上網都會找到 我們都會上網找一些 Youtube 或者一些相片 會連接到討論區 今晚你都可以看到那些片 當時 其實Loy也去問過一些科學家 那些科學家看完之後 大家都告訴他 這個解釋不到 是什麼形成的 但是他們大家都會很共同地 他說了一個同樣 對Loy來說 是一個叫做 BS 即是廢話 的一個理由 他就說 大自然自自然然 會形成一些這樣的事情 大自然會有方法去生存到 或者大自然會有可能 會發生類似這樣的事情 他不斷重複 科學家給他一個解釋 就是說 The natural will have their way 自然會有自己的方法去生存 有自己的方法去生存 所以他就說 這個 換個另一個角度去說 簡單來說 就是說 這個是大自然的事情 不過 只不過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他當然聽了之後很細節 這個明明就不是大自然的事情 明明都沒見過的事情 當時其實也有的 因為在秘魯那些地方 是發掘了一大量人的頭骨 而那些頭骨是長了出來的 這個是有趣的 即是後尾枕這裡 是長了出來的 但是科學家的研究 因為發現了很大量 他們就相信那個族人 其實是找一些布 由寶寶出生的時候 就纏著他的頭 令到他的頭裡面有一種壓力 令到他的頭成長的時候 就會向後生了 所以你看到有些頭 好像是外星人的頭 但有些頭 明顯看到他有一些位置 是受到壓力而變形 即是中國人的摘腳 類似這樣的情況 因為這樣的原因 Loyer更加覺得 沒有可能這個是大自然的事情 他就決定開始做一些研究 他做了很多不同的測試 他的測試包括有些什麼呢 當然 當然是有這個X光片 也都拿了一些部分的頭骨去測試 做過磁力共振 這個三圍的3D的掃描 三圍數字 即是這個3D的掃描 拿去做一些碳14的測試 拿去做一些DNA的測試 他其實已經做了幾年 用了幾年時間去做這個測試 首先呢 他覺得這個是一個星人的掃描 其實原因就是因為 第一 根據傳聞來說 這個屍體只有4至5呎高 像是一個小朋友那麼高 還未成年的 還未成年的小朋友 他也去看他的牙齒 因為剛才我不是說過 他右邊上岳只剩下幾隻牙齒 還有幾隻可以檢查 還有幾隻可以檢查 還有大牙齒 是 他就說看到他的大牙的洞 是脫了的 脫了一隻大牙 他看到的洞裡面 是有一隻牙齒 即是X光看到他脫了那隻牙齒 裡面還有一隻牙 是準備生出來的 那也是換牙齒 就是小朋友 與此脫落 行齒出 所以他就定了 這個是4至5歲的小朋友 他也去看隔壁的屍體 是一個女性的頭骨 根據他的牙齒去認定 這個屍體死的時候 大約是35至45歲 很自然地 這個就變成媽媽抱著小孩子 抱著小孩子的形式 所以因為這個原因 就定了這個叫Star Child 一個小朋友的屍體 他一直做的研究 發覺這是一個誤會 為什麼呢 吊詭的地方開始來了 這個頭骨 即是說這個變形頭骨 他們再去看清楚 他發覺這個應該不是一個小孩子的頭骨 為什麼呢 因為 首先 那些牙齒 現存的牙齒 和脫掉出來的牙齒 他們看到牙腳是很長的 即是很長 就不是小朋友的牙齒 小朋友的大牙齒是很短的 牙腳 因為方便脫掉 然後換 但它是很長的大牙齒 即是有兩隻行齒 即是有兩隻行齒 脫掉了一隻 脫掉了一隻 他看回X光片 原來他那一陣子的大牙齒 都是有另一隻在準備 準備生出來的 這麼奇怪 即是說如果你脫掉了 就會生出來 這個已經跟正常人 重生 即是 跟正常人 人類不同的構造 他也會用正常人的方式去推論 即是說 他看到他的頭骨 長得很近 很吻合 小朋友 我們經常說 腦筍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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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的骨是軟 而且 縫位是未生好的 但他說這個已經完結了 長得很好 所以證據顯示他不是小孩子 如果用地球人的計算 或用地球人的方式去推論 他應該不是小孩子 這是他的誤解 但他們已經開了一個項目 叫他做Star Child 繼續叫他做Star Child 第一件事就是這個情況 另一件事就是 他再看正常女人的頭骨 他說這個女人的死 他不是被人謀殺 應該這樣說 他曾經看這個女性的頭骨 在他的頭骨上 發現了一個傷痕 但是那個傷痕 令他的頭骨爆裂了 但是已經痊癒了 已經癒合了 所以這個應該不是引致那個女人死的死因 但是因為這個大頭骨 變形頭骨 只剩下一個頭骨 所以他沒有辦法知道他究竟是怎樣死 也沒有辦法知道他究竟是男性還是女性 但是就知道他不是一個小朋友 否決了這個是母子 可能是 可能是 但是他很年輕 這就是第一件事可以檢查到的 阿羅爾也說 其實當時 他們都去做很多的測試 剛才說了一些測試 包括他們也做了一些DNA的測試 這個很重要 最重要 但無奈地 1999年的時候 DNA技術其實是剛剛起步的 他形容是一個 落後 DNA技術的石器時代 他就說是很難去拿到很多資料 他們用一種普通的DNA去尋找 找他的骨頭上的DNA 因為畢竟過了九八年 他剩下可以找到的DNA 不多 他找到一種 英文名字很長 我不知道他怎樣做 但是他中文的翻譯 就是一種直數系的DNA 而這種DNA的成因 這種DNA 是直接由母體 直接由一個女性的身體拿出來 可以看到 你知道我們人的染色體 是由父系和母系 一人捐一批出來 接著合起來 而這種DNA的測試 就可以驗到 由母系拿出來的東西 拿到這個母系的資料 他看了這個DNA的測試 去分析 這個完全是一個人類的DNA 迷仔解開 迷仔解開 即是說這個 好像解開了 這個本身是一個人 而當時的報告也說 總之驗了出來 這個頭骨 即是現在說這個變形頭骨 這個父系 都是人類 即是說兩個DNA出來 都是由兩個人去做出來 當然大家就說 那不是外星人 正常過不正常 搞不好 會不會真的一個病變影響呢 但是很快之後 這間測試DNA 在加拿大 在加拿大 這間工作室 再打電話給Roy Roy 不好意思 原來男性的DNA測試 是一個錯誤 即是說我們只可以肯定 她是女性 是人類做出來 是人類生出來 但是男性是肯定不到 因為我們拿不到DNA 亦都找到的DNA 找到可以做化驗到的DNA 亦都很少 所以我們做到出來 去到那個年份 只可以告訴你 是女性生出來的 但是不知道男性男爸爸是誰 沒有辦法 得到的資料就是這麼多 到了2004年 她又要對比 也要檢查一下 這個DNA 跟我們正常人類的DNA 有沒有分別 有什麼分別 或者要看看這個頭骨 跟正常人類的頭骨 有什麼分別 她找了11個專家 都是骨科 或者是老科的專家 包括有些老科專家 就由一個叫做 Dr. Ted J. Robinson 就是一個這樣的專家 開始去做一系列的測試 去對比這個頭骨 跟我們正常人的頭骨 有什麼分別 除了外貌有什麼分別之外 她最基本去看外貌就是 那一雙眼門 會讓我們正常人類的眼窩 沾近一點 還會變低了 即是低了 比正常人類的眼睫 即是到現在鼻尖 鼻尖那樣 這個拳軍是比我們小 就是比我們正常人類小 內耳是讓我們外面有隻耳朵 看到耳朵 看到殼 裡面還有東西 穿了環 那個叫做外耳 其實裡面還有一組東西 而那個叫做內耳 他說內耳是讓我們正常人大50% 不知道會不會是聽覺特別靈敏呢 有可能 眼窩比我們正常低之餘是給我們淺的 如果我們的眼皮要用來斬眼 用來滋潤我們的眼球的話 這個脈腫的眼皮要比我們人類的正常眼皮要長四至五倍 才能夠斬眼 才能夠斬眼 而且眼鏡也會比較凸 再看一看 越來越多奇怪的東西 包括他去拉動下額的骨頭 那個肌肉是讓我們發達的 是 他的眼窩裡面有兩個洞 我們現在有一個眼 我們眼後面不是一抽神經線 就是去腦那裏 就是一個球形 他直接在後面伸出來 但是這個脈腫 因為他的眼的扣組 那一組神經線 是要在眼球的底下生出來 對往後圈 抄上去腦那裏 一個U-turn 一個U-turn 一個90度抄上去腦 才能去腦那裏 這個應該是很奇怪 但是他說 那麼久以來都沒見過這樣的情況 再去看裏面的研究 再去看裏面的掃描 他看到這些東西更加震驚 最震驚的位置就是 我們在我們的眉心 對上這個位置 這個叫做眉心 我們經常說第三眼的位置 就是二郎神多了一隻眼的位置 三眼小指的眼的位置 這個位置其實裏面是有一個位置 我們人類是有一個空間的 有一個空了出來的骨 這個物種是完全沒有這個位置 即是完全沒有這個第三眼 這個第三眼那個洞 應該是這樣說的 那個空間 是沒有了 我們有時候人們鼻敏感 就是把細菌吸收上去 把細菌上去發炎 我講起都頭痛 就是那個位置是沒有了 是完全沒有了那個位置 他說這件事已經是非常不正常 然後就是因為沒有了那個位置 因為眼窩小了 因為內耳是往內進去 更加大 他說這個腦容積 即腦的大小 是比正常人 大了200個CC 正常人是多少 正常成年人是1400CC 而這個頭骨裡面是有1600CC 即是說他多了200個CC出來 而那200CC的影響可以很大的 如果是用得了腦袋就是 如果用得了腦袋就是 然後他還有看 整個頭骨 因為他同時間要做 而科技也容許他 技術也容許他 可以將頭骨 做完立體掃描之後 其實他可以再複製幾個出來 他複製幾個出來 那些就用來劏開 用來切開 用來做很多不同的切片 去研究裡面的構造 第一件事他說最神奇 最神奇就是這個頭骨 比我們正常人的頭骨薄了一半又多 那豈不是很脆弱 薄了一半又多 我告訴你有多薄 多了多少 正常人有些位置是9mm厚的 他的頭骨只有3mm厚 紫薄 紫薄 當然在很多病例裡面 人的頭骨都會慢慢變薄了 他再看整個頭骨的分割面後 跟Loy說了一個結論 他說這個一定不是疾病引起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左右對稱 這個位置薄了3mm 那個位置在另一邊 對面左右 另一邊都是薄3mm的 這邊位置是4mm 那邊位置也是4mm 即是不會是病變 即是很平均很對稱的生出來 這個骨那麼薄 當然薄了 頭骨當然是輕了 頭骨比正常人 成年人的頭骨 是輕了一半 很輕的 當時有些DJ在外國有些DJ 拿過正常的那個女人的頭骨 也都拿過這個頭骨 發覺是很輕的 而那種輕是你猜不到那麼輕的 你看了上去但拿上手發覺是很輕的 我想你會理解到它突然那麼輕當然是有些原因 剛才你問的 薄了就很脆 很容易 很難 一急就穿 一急就穿 一急就穿了4-5倍 即是又薄又薄又輕又硬又硬 是不是很高科技 超先進 超先進 就算你死後 你可能只會有些深啡色的地方 有些血的凝固了 乾了 是不是 這個頭骨在它的骨質裡面 有一些孔位 是找到一些紅色的殘留物 但不知道是什麼 也都不知道是什麼 好了 其實它是當時 應該怎樣說呢 它拿了兩個頭骨去做一個LAP的TEST 其實它第一件事 1999年的時候 它拿了正常女人的頭骨去加州大學 做碳14化驗 然後它繼續做其他研究 碳14化驗告訴它 這個頭骨的年份是900年加減40年 也沒什麼特別 900年加減40年 即是說這個正常女人的頭骨 是900年前 這是900年前的頭骨 他就說究竟會不會錯呢 即是不明白 他們繼續做很多其他實驗 當然到了2004年 他就說 想想想 我這個女人做過這個碳14 但我這個小朋友 小朋友 未做過碳14 他在2004年 就傳了去買阿美 另一個LAP 另一間LAP 去做 同樣做碳14 然後隔了一段時間 回來的報告 完全吻合 都是900年加減40年 即是說這兩個骨頭 是900年前的遺物 同期出品 同期出品 不是說先前一個死 一個後一個死 不是的 是同時間一起死 都是900年前的事 你就會想想 1903 1930 900年前 即是1030年 1030年 即是 很久很久以前的事 整個世紀 整個世紀以前 再看回 先前不是說 拿到一些DNA的測試 他再去驗那些DNA 他驗出來的DNA 這個位置就有趣了 他驗到的DNA 就是那個女性的 即是那個女性成年人的DNA 出來是屬於一種叫做 一個系列叫做一系 第一系的DNA 而那個STAR CHILD 即是那個變形頭骨 驗出來是屬於一個 第三系的DNA 而這個DNA 只會是由女性 即是由母親那裏傳回來的 即是說 這個女性 跟這個STAR CHILD 是完全沒有任何血緣關係 即是說他完全不是他媽媽 即是又否定了 最初說他是母子 或者母女的關係 是的 即是完全否定了這件事 說他們兩個是母子 沒有關係 因為第一 他已經不是一個小朋友 是一個大人 第二 他們兩個驗出來的時候 兩個是沒有血緣關係 但是繞著手一起死 究竟誰幫他合作呢 繞著手一起死 這個位置其實是很奇怪 當然他會一直做很多測試 但直到這裏 這十一個專家給出來的結論 就是這個 這個頭骨 他不是一個變了人的頭骨 他不是早老人症或者早衰症的頭骨 即不是因為質病 他不是腦積水的頭骨 他亦都不是人工造成的頭骨 那就糟糕了 什麼都不是 是一個天然的頭骨 更加是一個迷 更加是一個迷 好了 那 到了這一刻 來到這個位置 Loy就 不知道可以做些什麼 去到那裏就固定了 他固定了 我和你又要固定了 因為我們要休息時間 又是回頭見啦 就這樣 好 好 好了 終於完了 又回來了 最後一節 MJ13 剛才講到阿Loy 阿Loy收了報告 沒話說 其實還有一點 還有一點小的 分析報告 就是關於頭骨 還有一個位置 跟我們正常人很不同 鐵夫 你現在用你的左手 摸摸你的頭骨 頭骨的後面 你看看你的後尾枕 鬼拍後尾枕的位置 有一塊東西凸出來 看回頭骨 是沒有這塊東西凸出來的 完全沒有這個位置 是平的 這個位置凸出來的原因是 我們要安裝著頸 因為頸是插進頭骨裡面的 就是洗手盆的水喉位 沒錯 它是插著的 它要找一個位置承著頭骨 所以我們人的頭骨 就有一塊東西凸出來 但是那個 變形頭骨 那個古怪頭骨 是沒有這個位置的 是平的 完全平的 再看回它的頸 頸骨 插進頭裡面的位置 而那個洞 它看到一件事 就是 後來我們再估計 看回 應該就是 給我們正常人 如果這個物種 它的頸骨 是會給我們正常人的頸骨 是幼一半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頭骨很輕 因為它的頭骨很薄很輕 所以它支撐著頭 就不需要用這麼重的 圓周不用這麼大 可以小一點的頸骨 都可以支撐得到 這些東西看來 就不是一個正常的病例 出來的情況 但是肯定一樣 就是 一定有人這樣說 亦都有人去反對它 包括反對它 有一個叫做 Brian Dunning 的學者 他2009年 其實就出了一個 post 他說 這個所謂的star child 根本就是一個假東西 只不過是一個很不幸 而是九百年前 一個患上一個叫做 腦水腫症的 一個小孩 根本是一個不幸 根本不是 他講到一個 外星人 頭骨那麼神奇的事情 而且最大的 impact 對他們來說 就是他們在2004年驗 DNA的測試的時候 已經證明了 父母系都應該是人類 他們已經沒有話可說 但當然 剛才我們說的時候 已經說了 原來父母系是一個錯誤的測試 是另一個系統的測試 其實當時他們 首先收到這個報告 其實有一份報紙 在美國當地有一份報紙 叫做 Daily Times 有一份報紙 就去訪問 直接聯絡 Loy 直接聯絡他 他說 我們收到 知道你有一個 這樣的頭骨 我們想跟你做一個訪問 當時Loy說 好啊去做訪問 沒問題 他說 因為我們買這份報紙的人數 達到300萬人次 所以對於公佈這件事件 是有很大的幫助 他說 也好啊 有300萬人次好啊 Loy想一心一意 好啊去做這個訪問 他說 如果你肯保證 你肯保證 將這個故事 給我們做exclusive 我們會幫你做一個 兩版的分頁 一份報紙打開這麼大份 都是報道你這件事 獨家 Loy也說 好啊好啊 做這個就好啊 為什麼去到最後 After all 是說是300萬人的 收看率 買那個 銷量 不看內容 數字都嚇死你 他就因為這個原因 他答應了 這間報館跟他 一邊做消息的時候 跟他說 我們想把另外一個 個案跟你去對比 一個個案 就叫做 Flat Wood Monster 另一個個案 當然Flat Wood Monster 完全跟Monster沒有關係 都是說外星人的事情 這個我遲些再說 但是 阿羅就說 咦 我這件事跟Flat Wood Monster 有什麼關係呢 這份報紙說 沒有 我們只不過是做一個對比 但是你放心 總之我們都會主力 都是說你這個 做一個專題的 阿羅的心仍然很天真 就是 好啊好啊 OK啊 總之有300萬人就好 然後 他就把資料 丟過去 去給Daly Times的報館 把資料給他 之後 Daly Times的報館 從此 一聲都沒有出過 也沒有約他來做訪問 也沒有做過 什麼都沒有做過 他本來答應了 阿羅是 買了機票 給他飛過去 Alpaso那邊 去拍這個紀錄 這麼大的公司 不會玩東西啊 沒有了聯絡 沒有了事件 放了飛機 他完全不明白什麼事 好了 去到2010年 他才知道發生什麼事 原來這間Daly Times 這間報館 全心一向的做法 如果在飛碟界裏面 他是專門做些事 去踢爆 說這個世界沒有飛碟的 沒有UFO事件 他們是抱著一個反論的 所以其實他是想拿阿羅的資料 然後去踢爆阿羅 告訴所有人 阿羅這件事是假的 但無奈 他拿到一些資料回來 再去看那些資料的時候 他發覺了一件事 就是 他們沒有得爭 真的沒有人有 真的沒有人有 所以他們完全不知道怎樣去說 但沒有得怎樣去爭 所以就沒有了這件事 這個呢 在UFO界裏面 都知道這個Daly Times 是一個 像一個反對聲音 有一個態度 是一個反對聲音 但是 只不過Roy是完全不知道 因為他本身不是飛碟界的 所以他完全不知道這件事 不知道這個報館的取態 所以他初頭就答應了他 後來就說好件事 當然可以是一件好事 沒有了這個訪問 可能是一件好事 加上剛才說的 Brian Dunning 他就說這個報告 其實你會看到 在社會上 有一大群人 是持一個論點去反對他的 不是說這個 在大眾上 都會有很多人去反對 這個 Roy是說 這個是一個 外星人頭骨 他覺得這個是有問題 他們有很多人去反對 包括 先前Roy 給了一大堆專家去看的時候 那班專家 只是說這個頭骨很不正常 雖然不是變形 很不正常 但是他們沒有一個人敢說 這是一個外星人頭骨 這個當然是 不會這樣說的 因為他作為一個科學的科學家 他也不可能去說 這是一個科學外星人 因為他沒有證據證明 他是一個外星人的基因 也沒有證據證明 他不是外星人 所以他們會抱一個最正常 正確 最保守的態度去說 不說是不錯 不說是不錯 到這裏 其實大家都在這裏 好了 再去到 一路等 等到2010年 去年 去到去年 這樣有一種新的技術 就發生了 這種新的技術 就叫做 Shotgun DNA 什麼叫做 Shotgun DNA Shotgun大家 有些玩槍的朋友就知道 就是那些叫鳥槍 用來打掌 或者是銀行門口 散彈槍 散彈槍 銀行門口的護衛員 拿著那些 雷明燈散彈槍 對 他的原理是什麼 大約我講一下 因為他那些很技術的東西 我怕都可能講錯 總之他的原理就是 他原先的做法 就是Based on 一個方向 去做 這個 去將這個 DNA 的掩飾體 抽出來 所以你抽到出來的 是很有限的 而因為那個頭骨 已經九百年那麼久了 所以他抽到出來的 那個分析 那個分析 拿出來做數據分析 的 有用的 DNA 的掩飾體 是很有限的 所以他們分析不到 多少東西出來 但是 這個叫做 Shotgun DNA 他不單止 他不是從一個方向去的 他是由幾個方向 一起去收集 那些的掩飾體 所以他可以收集到 他收集到超過三千對 有用的DNA 是可以拿到數據 還不單止 這種DNA 還不是先前說 只可以驗到母親的掩飾體 人類掩飾體 一個是X 一個是Y 其中一個 Y是由女性拿的 X是由男性拿的 現在這種做法 他得到的DNA 出來的數據叫做Nuclear Nuclear DNA 即是更加清晰的 剛才那種叫做 線粒體的 脫養核糖核酸 即是更式的 真的有做功課 當然 當然 現在這種叫做核脫養核糖核酸 即是Nuclear DNA 分別就是Nuclear DNA 可以驗出來的掩飾體 是直接看到是負系 和母系 拿出來的掩飾體 真的很多 即是說 他來到這一刻 他再做這個DNA測試 拿出來的數據 就更加不同 更加準確 講過數據之前 首先還要講 當然繼續有做骨頭的測試 在骨頭的測試裏面 剛才回應你一點點 為何你不是說 為何它薄了 但它還硬了 首先這一部分 就是他看報告 看報告的時候 他就因為要切割骨頭 拿去做化驗 他切割的時候 發覺骨頭 是比正常人的骨頭 剛才說過 硬了四至五倍 接著他把切割片放在電子演微鏡下看 出奇的事情就是 這個骨頭裡面 是佈滿了很多不同的纖維 纖維 很多不同的纖維 很難理解 很難理解 那個骨頭 人的骨頭就是骨質 就是這麼多的東西 這個骨質裡面 他切割出來 切完出來之後 他會看到在切割位 放在熱電子演微鏡 放大三百五十倍 他會看到 在骨頭和骨中間 有一些纖維伸出來 好像毛髮的東西伸出來 好像防撞爛一樣 它不是防撞爛 它的作用好像 水泥裡面的鋼筋 支撐固定 整個頭骨內部都鋪滿了這些纖維 而是從骨頭中間生出來的 最可怕的是 切割的時候 因為它很硬 所以切割的刀 要用兩個速度 一個是快的速度 一個是慢的速度 去切割 用快的速度去切割的時候 那個面子是很平滑的 它用慢的速度去切割的時候 那個面子是很粗的 它兩個面子一起放在顯微鏡上看 它發覺 無論用快的速度 和慢的速度的切割都 都切不開那條纖維 這麼厲害 即是說 在那張照片裡面 你會看到 它的骨質上有一條條的坑 是切割的時候造成磨損的坑 但是那條纖維是直接踏在坑上高 即是說 切不斷的纖維 切斷了那塊骨 對 切不斷的纖維 即是說 纖維不是隨便拿那把刀 是電鑽的鑽 是可以切開的 因為這樣的原因 這個纖維 它說 這麼多人 從來未試過在地球上 有任何一個物種 是有一種纖維在骨裏 當時反對的聲音 有人說 會不會是另一種病 這種病 現在在醫學界 未被正式認同有這種疾病 但是外國已經不斷發生這種病 大家可以找到一種纖維症的一種病 什麼叫纖維症呢 就是外國 尤其是美國人 或者是白種人 越來越多 有一種病 就是 它突然間的手和皮膚 是潰爛 而潰爛的時候 它會突然覺得皮下很痛 它的痛楚 感覺到皮下有些蟲在鑽 它會覺得很重 很痛 有些地方潰爛了 會脫皮 會爆發 流血 它會慢慢發生 而且會越來越擴散 越來越多 而它最恐怖的地方 就是在這個傷口裡面 那些人是可以拔出一條纖維出來 一條纖維好像一條線一樣拔出來 那條線 它拔出來的時候 是極度痛楚的 因為它拔出那條線 那條線拔出來的時候 是經過它身體裡面的神經線 血 皮膚 那邊拔出來 它用那些線去做研究去看 就是 那些線不是生物 不是微生物 不是植物 也不是菌類 是母基的 那些線 像是一種塑膠的纖維 但是為什麼會走到人的身體裡面出現呢 很有可能 因為我們現代人大量接觸塑膠 或者塑料上的東西 膠料的東西 而令到人都 都由纖維化了 差點說錯話 就是這樣 所以 有這樣的可能性 首先醫學界還未去證實 但你要想想 1930年 再數1998年 即是1030年 還未有塑膠產品 正常就未有 未有塑膠產品 即是那些纖維不會因為這樣的情況出現 也不會出現在骨的裡面 這是第一樣他們發現的東西 好了 剛才講到一個DNA測試 最厲害的就是DNA測試 好了 他們拿去測試 幾個星期之後 拿到一個測試 測試報告告訴他們 你是一個歷史性的發現 什麼叫做歷史性的發現 他們 用這個shutgun DNA的方法 就找到3000批 Nuclear DNA 其中264批 有些當然是驗不到的 有些當然是太小 抽到出來的 是很小的 拿不到數據 其中 他們第一時間驗到265批 是人類染色體一模一樣的 而且還是一種叫做一型的人類染色體 正常不過 正常不過 即是普通人 爸爸媽媽DNA都找到了 沒錯 再講回 看他們的對比 先前驗到DNA說 這個女性和這個物種的DNA 都是屬於原生的美洲人 即是印第安人 即是紅種人 兩個血統都是屬於紅種人 不過沒有血緣關係 現在驗了他們屬於一型的人類DNA 而 正常找到265批 是人類的 另外有342批 是屬於 unknown 即是 不知道是什麼 他說很奇怪 因為就算我們人 星星 和黑星星 我們的DNA 我們遺傳DNA 有97-99%是一樣的 非常似的 是一樣的 即是小部分 小的%是不同的 但現在他說 你驗了342% 342條是不知道什麼 其實他說 這是不可能的 當時 大家馬上不明白他在說什麼 再問清楚 他說他們 即時拿了數據 其實他們拿去馬利蘭州 一家叫做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的生物科技國家中心 他們有一個叫做BLAST的program BLAST是一個簡稱 總之就是將他們現存在地球生物裏面 所有的包括人類 包括動物 到鋪魚類動物 包括爬蟲 昆蟲 植物 甚至乎連菌類 微生物 所有的DNA都有一個library 放在這個NIH的database 他們直接用電腦做完 這個jain 即是jain出來的報告 直接就經過電腦去分析 就可以看看library 電腦分析出來兩個表面 一個就是human的掩飾體 第一系列的掩飾體 以下三百四十二條 直接寫著是unknown的 完全沒有可能知道是什麼 這個才重要 當然科學家會繼續說 你的DNA 都不是有齊所有人類的DNA 可能有些很久以前的人 已經有些種是過去沒有了 的人種的DNA 你是沒有的 他們就會這樣爭辯 阿Loy繼續說 當然來到現在 雖然我們拿了很大量的報告 很大量的資料 已經可以支援我們 繼續跟其他的反對聲音說 但是他說 阿Loy仍然在等待報告 因為他繼續在做大量不同的測試 他的STARCHILD PROJECT 其實是一路繼續 ongoing 在去的 當然我們會繼續留意這個CASE 看看有什麼最新的資料 就會跟大家公佈 有啊爆 有啊爆 但是可能每次都等幾十年 都不知道怎麼搞 是啊 但是他們現在 基本上來到這一刻 其實阿Loy都很大膽說 這個是一個外星人 和一個地球人的混種DNA 叫Hybrid 混種DNA 他說從來都沒有試過 發現過一樣的東西 現在終於有機會發現到了 就是這樣 有啊爆 知道結果 當然了 等幾十年 但我們又要 1930到1999 1999到2010 我想不用的 現在技術應該是發展千里 可能明年就有東西聽 再不是石器時代 你1930是石器的DNA時代 然後你2010已經知道一個這麼重要的結果 當然希望繼續有什麼留意 可以 但是有什麼網站可以查到這件事 首先呢 如果你想去看 當然去回他自己 有個叫Star Child Project的網站 我們也找回一些網站 放回討論區 還有大量 很大量的Youtube的影片 看到你吐 真的看到吐 真的 我已經一直看 看到一些 反圍 反圍 看到 當然 當然 你看到那條影片的時候 你要注意 因為他們做了很多 他們做測試 他們不可能每次都拿出真 一個不舉 一手掉爛了 不知道怎麼賠 真是大波 所以他們很多時候 拍攝的時候 他們會拿出複製品 你們可能會看到 為什麼女性的DNA 女性的頭骨 是這麼白色的 外星人的頭骨 是這麼啡色的 其實他們正式發掘出來 兩個顏色是一樣的 都是黃黃紫紫的 看到一些這樣的影片 當然大家可能都會去想 究竟 九百年前發生什麼事 與其他們不是母子 既然他們又不是有親戚關係 為什麼又要繞著手來死呢 為什麼要繞著手來死呢 其實 Loy和一些部分的研究者 都給了一個結論出來 這件事很簡單 就是 不要管什麼原因 總之這個變形的 這麼矮的人 就死了 可能是病死 不知道什麼原因 總之他死了 然後 他抱起他 因為他很輕 他抱起他 走進一個荒廢的山洞裡 撞了他 撞了他 而是因為 他可能和他有一些情意結 而 殉情 令到他拿回他的手出來 拯住自己 然後他躺在墓旁邊 然後自殺 這個又是另一個故事 這個變成了外星人運動的 內情故事 已經是嗎 是的 節目到這裡 還有沒有資料補充 沒有了 差不多了 你想怎樣 真的 上次阿幾圖 那件事 可不可以跟你算帳 哈哈哈哈哈哈 嘩 嘩 你來到這間才來算帳 你猜我這麼笨啊 上來啊 去到節目尾聲這部分 我等一下錄一句 好了 下個禮拜再見 那就是CUT到這裡 怎樣呢 你說吧 紀圖會不會還想來分享其他東西 會的 不過其實上次的人都說 紀圖講的東西很深 都不知道他講什麼 一塊魂 本來就是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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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覺得深 有些人覺得淺 我覺得有時候沒有得這麼說的 那倒是 照顧大眾 唯有盡量做 多點留言 照顧大眾 都是這樣做的 唯有我們看看 又找人說說淺一點的七輪 淺一點的七輪 啊 紀圖上次說 已經很入門了 一個小時 他已經說很入門了 但是大家都不明白 我其實也有點辯的 其實 我看你答得很罪的 盡人事的意思 盡答 哈哈哈哈 下一集說什麼 什麼下一集 MJ十三 還不知道 你處處都是這樣說 還有整個星期的時間 讓我想一下 我已經習慣了 星期一錄音 然後出門了 啊 下次不會是我 不知道 下次找Chris 上來又分享一下 Chris 沒有空 你經常找他 聽眾經常說 Chris很棒 那我代表Chris Chris跟我說 叫我代表他 多謝各位聽眾的支持 但是他說 出得多 不經貴 他沒有資料 他說不是 每樣東西都可以說 你給他一點時間 即是有東西不能說 我想知道不能說 不能說 你自己問他 不要問我 應該這樣說 Chris會繼續上來MJ十三 不過呢 就要等大家看看 題目上高 他有資料 或者他有興趣 那他才上來 就不是我叫他上來做什麼 嗯 沒有東西說 就上來 上來是嗎 喂 你有沒有那些 新年special 假期special 那些搞下 想是這樣 大哥 個個都沒有空 那怎麼辦 你要約你就很難 你知道嗎 約我容易些 約齊人就難 唉 不要擦眼了 好啦 今天時間差不多 好啦 下個禮拜 繼續 MJ十三 拜拜